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老公很可怜 我现在被蚊子叮悟 或是稍微那个撞到上五寸或下五寸 他都想说会不会大家又误会 几天前小S才刚刚为了左眼淤青 向外界澄清自己是上厕所跌倒 没想到几天之后又因为骑单车失速 不慎整个人飞了出去脸着地面 弄得满脸是血 还得请姐姐大S代班主持康熙 虽然姐妹俩都否认是家暴 不过这么常跌倒 不少网友还是怀疑 不会是因为家暴伤藏不住 只好演一场跌倒的戏吧 质疑小S的照片实在有点假 不过老公徐亚军这次也出面回应 他表示自己当时也在场 只是骑在前面 没看到小S摔下来的那一刻 后来看到老婆的伤势 感到非常难过又心疼 还说需要休息大约一个月 看来要听到小S亲自说明 还得再等等了 不过由蔡康永指导的电影处女作 痴痴的爱 下个月将在北京开进 根据媒体报导 小S将会担当女主角上官弟弟 饰演一名会品酒的单亲妈妈 跟大厨谈恋爱的故事 早前小S受访时就曾经透露 自己今年即将进军大萤幕 让粉丝们备受期待 至于未来康熙的动向如何 小S则表示仍然会继续主持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